为了拯救车祸昏迷的女友 她选择将自己冷冻起来 如果一年后她安然无恙 那就可以将植物人女友也进行冷冻 等科技可以治愈时再将她唤醒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重新在一起 可令丹尼尔没想到的是 她这一动静会长达50年之久 不仅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植物人女友也生死未卜 丹尼尔原本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她有一个漂亮的女友海伦 就在丹尼尔决定向女友求婚时 一场意外却将海伦变成了植物人 很快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海伦一直躺在病床上没有苏醒 而丹尼尔也变得十分消沉 好友哈利不想看她这么颓废下去 于是便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人体冷冻实验 如果实验获得成功 就可以将海伦进行冷冻 最终丹尼尔决定参加这项实验 将自己进行为期一年的冷冻 令丹尼尔没有想到的是 她这一睡晶会是50年 两个顽皮的孩子意外打开了冷冻舱 丹尼尔下意识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衣服 耐特和同伴被吓得仓皇逃跑 丹尼尔艰难地从冷冻舱爬起 50年的冷冻让她的身体有些僵硬 她亮亮呛呛地走出仓库 在路边随便找了件衣服穿上 丹尼尔打电话给哈利 可电话那头却传来错误的提示 他不知道电话号码已经增加到7位 这是头顶飞过一架直升机 灯光恰好打在对面的横幅上 丹尼尔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时间从1942年飞跃到了1992年 此时的世界与他昏睡之前已经截然不同 他寻着记忆来到曾经的训练基地 可这里早已误使人非 门卫将他拦在外面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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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I'ma have to ask you to leave these premises Alright My name is Captain Daniel McCormick Cereal number 241988539 I know your name too Now you sure look like a nice kid But if you don't get your supervisor out here now what I mean now to talk to me 很快长官就接见了丹尼尔 丹尼尔讲述自己参加了冷冻实验 可长官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他敷衍地打电话询问情况 丹尼尔注意到长官手里的涂鸦 看来他根本就没认真听自己讲话 于是丹尼尔失望地离开了这里 他想起醒来手里抓着的外套 上面印着一个家庭地址 丹尼尔拿着外套找了过去 两个熊孩子大叫着跑出了门 他们被吓得躲进了树 丹尼尔说他并无乐意 他让两个孩子先冷静下来 奈特说他们只是去仓库玩耍 没想到却发现了丹尼尔 丹尼尔明白实验出现了意外 他迫切想要找到哈利 奈特找出家里的电话簿 让丹尼尔把上面叫哈利的人挨个打一遍 可直到最后一页结束 丹尼尔也没有找到好友哈利 他对现在的一切感到迷茫 为了帮他填补缺失的50年 奈特将丹尼尔带到了图书馆 教他如何利用放映机了解历史 在这里奈特遇到暗恋的同班同学 他想跟爱丽丝打招呼却予无伦次 嗨 嘿 艾利斯 nice dress 这一幕被丹尼尔看在眼里 回去后奈特让丹尼尔住在树屋 他给丹尼尔拿来了一些食物 还有一本历史书 这时母亲喊奈特回屋睡觉 临走时奈特叮嘱丹尼尔 千万别让母亲发现 丹尼尔从书中了解了这50年的历史 书中记录着很多重大事件 却没有记录关于他的冷冻实验 就在丹尼尔疑惑不解时 耳边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他看到一个男人正对奈特的母亲动物 丹尼尔立刻来到屋内 他把男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男人知道不是丹尼尔的对手 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 克莱尔注意到丹尼尔受了伤 他急忙拿出药箱帮丹尼尔处理伤口 克莱尔尔说他是一名护士 刚才那个混蛋是他的前夫 经常找各种理由过来骚扰他 为了感谢丹尼尔的出手相助 克莱尔邀请他睡在客厅的沙发 丹尼尔也第一次见到了电视 隔天他和克莱尔母子告别 来到了哈利曾经的住处 可这里却住着一个陌生人 男人说哈利把房子卖给了他 丹尼尔在大街上无处可去 这时天空中的飞机引起他的注意 他跟着飞机来到一处航空展览 丹尼尔握着熟悉的方向盘 脸上洋溢出久违的笑容 他偶遇了同样来参观的克莱尔 丹尼尔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烦恼 克莱尔让他不要难过 他再次把丹尼尔带回了家 丹尼尔反复听着电话留言 试图找到关于哈利的信息 当他放下电话时发现 手镜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丹尼尔给克莱尔母子做了一桌好吃的 这时同事找上了门 约翰的衣服被暴雨淋湿 克莱尔这才想起 他跟约翰晚上还有个约会 克莱尔急忙回到房间换衣服 他打开衣柜后发现 不知是哪里来的雨水 将他的衣服全都打湿了 丹尼尔说这应该是屋顶漏水了 他让克莱尔和约翰先去约会 剩下的交给他来处理 隔天丹尼尔外出购买修补屋顶的材料 意外撞见他向女友求婚的餐厅 没想到50年过去餐厅还在 他激动地走了进去 坐在当年准备求婚的座位 他回忆着和海伦在一起的画面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该多好 他们现在一定非常幸福 回去后他便开始修上屋顶 这时奈特也爬了上来 他向丹尼尔讲起爱丽丝 丹尼尔知道奈特喜欢爱丽丝 他鼓励奈特勇敢表白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晚上奈特悄悄来到爱丽丝家 他爬上门前的一棵大树 朝着爱丽丝的窗户扔了快石子 爱丽丝闻声打开了窗户 爱丽丝问他在干什么 奈特鼓足勇气唱起情歌 这是爱丽丝的父亲走了过来 奈特被吓了一跳 父亲无情将窗户关上 他可不想让坏小语打女儿的主意 回去的时候奈特忍不住回头观望 发现爱丽丝正朝着他笑 失落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另一边军方发现了丹尼尔的冷冻舱 他们迅速对其展开调查 如果能够找到被冷冻的丹尼尔 对他进行活体研究 那将对人类进化有着巨大的帮助 奈特兴冲冲地回到家 却看到丹尼尔留下离开的纸条 他要去寻找哈利和女友的下落 奈特送给丹尼尔一件衣服 是一件空军夹克 得知奈特的愿望是长大成为一名飞行员 丹尼尔带他来到树屋 他用各种玩具制作了一个模拟飞行舱 教奈特了解飞机的各项飞行操作 就在两人玩得不亦乐乎时 丹尼尔突然感到胸口一阵脚痛 他痛苦地从树屋掉了下来 奈特见状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丹尼尔很快就被送到医院 与此同时军方发布了逮捕他的通缉令 克莱尔刚好是这里的护士 他询问丹尼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人要抓他 而他又为什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衰老 丹尼尔向克莱尔坦白了冷冻的事 克莱尔找到约翰 想让他帮帮丹尼尔 约翰怀疑丹尼尔可能受到某种辐射 所以让他出现了早衰的突变 克莱尔决定在军方到来前 带丹尼尔离开这里 约翰很喜欢克莱尔 他最终选择了帮忙 当军方来到医院打听丹尼尔的下落时 约翰故意给他们指引了错误的方向 让丹尼尔趁机成功离开了医院 他们根据电话留言来到一所陌生的房子 丹尼尔迫不及待地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一名中年女人 丹尼尔询问她是否认识哈利 女儿说哈利曾在这里住过几个月 但在她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丹尼尔说哈利是她最好的朋友 女儿带他们来到储物间 找出了父亲生前留下的研究资料 里面有关于冷冻实验的数据手稿 丹尼尔了解到冷冻实验的弊端 虽然人体机能可以被暂时冷冻 但解冻后各项机能就会出现迅速衰老 也就是说她很快就会变成一个80岁的老人 丹尼尔在储物间发现了一张女友的照片 上面是她和哈利女儿小时候的合照 丹尼尔这才得知海文还活着 现在就住在海边的一座小岛 激动的丹尼尔决定去寻找久违的爱人 此时军方的人也开车赶了过来 他们对丹尼尔进行一系列的追逐拦截 眼看马上就要被对方追上 奈特提议可以去航空展碰碰运气 说不定可以找到一架飞机离开这里 于是他们直接开车闯了进去 丹尼尔悄悄坐上一架飞机 很快他就驾驶飞机飞向了天空 当军方的人赶到也为时已晚 克莱尔指责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一个好人 这时一个科学家走了过来 他解释军方正在进行星球旅行的研究 可根据测算到达星球需要100年 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哈利冷冻实验的数据 就有机会完成这项伟大的星球旅行 哈利的实验比他们提前了50年 丹尼尔是这项实验唯一数据的载体 得知他们只是想要实验数据 克莱尔拿出了哈利实验数据的手稿 相信有了这些东西 他们就不会再去为难丹尼尔了 科学家看到手稿如获至宝 立刻向上级申请解除对丹尼尔的逮捕 另一边丹尼尔发现奈特也悄悄溜进了飞机 奈特说丹尼尔忘了穿甲克 担心他受不了高空的寒冷 两人决定一起前往小岛 眼看他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可丹尼尔的身体却再次出了状况 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正常驾驶飞机 眼看飞机就要坠毁 丹尼尔决定让奈特来掌握方向 奈特按照在树屋的模拟演练 成功让飞机再次起飞 最后他们成功降落在了小岛 丹尼尔缓缓走下飞机 他无比激动地来到小屋门前 可敲了半天却没人回应 丹尼尔焦急地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缓缓走来 正是他苦苦寻找的海门 虽然他们有五十年未见 可彼此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尽管他们的皮肤已经衰老 牙齿也会掉光 但深爱彼此的心却从未老去 无论岁月如何洗礼 你我都是彼此生命中最明媚的风景 愿我们都能与爱人携手共进 享受爱情的美好 迎接未来的挑战